嗨,我是師傅仔 有個朋友正在設置一架舊的遙控車 因為這架材料已經很舊了,很多都沒得買了 他就想用CNC冒出來 我們今天就看看用Fusion360這個軟件 如何由Modeling、加Operation、Genury G-code 然後把CNC冒出來 我想會分開三部分 這部分就先專注於Modeling 之後再說一下怎樣加Operation 然後就真的丟到CNC 去哪 我們一開Fusion360的時候 我們又看到一個大的Canvas Middle Mouse Button就是Pen Shift-Middle Mouse Button就是Rotate 如果你想Zoom的話 就是用Mouse Wheel 去Zoom In & Out 這裡就有Tripod 它可以去Front View 或者你可以就這樣轉它都可以 去Top View 再下就有一個Perspective View 或者Orthographic Field 大致上是Canvas 我們看到有很多Tools 這些Tools其實是Under Design 這個Tab的 它有很多Render、Animation 這些東西 之後我們會用Manufacture 我們主要用Design和Manufacture 我們先看看我們要做些什麼 這個部分 因為我現在沒有Dimension 所以我唯有是估計 學完之後 有Dimension 我可以改變 但現在我可以先畫出來 因為這個Fusion360 是一個Parametric Software 做完這些東西 之後你去之前改變 它都會給你一個 改變了一個 End Result 適合Dimension 的Model 所以 是一個 不是Destructive 的Software 挺好的 好 我們看看 我主要在這方面 這樣 OK 我想這個 其實就是297 這個部分 我看回 我大約 畫出它的樣子 可以放一個 五乘八的Bearing 五乘八的Bearing 就是Inner diameter 是5 Out diameter 是8 通常這些五乘八 它的厚度 是2.5 大約知道它的Dimension 是怎樣 現在我就可以 開始 建立這個Model 我們在這個Canvas 我們找Tools Create Sketch 在這個Plane 這個Plane 這個Plane 我們就在這個Plane 製造 這個Plane 我們就 Click on這個Plane 轉了做這個Plane 的Orthographic View 我們就 Circle 或者有Shotcut C 它會自己 Snap to the center OK 我們拉一個Circle 出來 你可以Enter一個 Diameter 的Dimension 給它 我猜這個Dimension 試一下30 30mm 可以改 例如40 我們自己彈出來40 我先用30 30 之後我們就 Finish 這個Sketch 我們就 起它出來 我希望這個 不會太薄 因為如果薄 太薄的話 CNC 的Vice 夾不住 那個Material 夾不住 如果薄太薄 我想 希望它厚一點 如果它比3mm 我就夾不住 那我就做不到這個Pax 那我就先給它 大約4mm 它先 一按Extrude 它就會有 墊咀 那它就 Extrude 4mm 上面 有一個 圓形的Cylinder 頂了出來 那我就 去回 Sketch 我們在選擇Planes 我們可以直接選擇 Model 這個Planes 它就給了一個 Orthographic 我放在這裡 有Create Circle 又Snap to Center 大約 12mm 差不多 Finish 這個Sketch 我們又去Extrude 選擇這一部 選擇這一部 我可以Extrude 3mm 大約 你可以改的 因為它每一次 做完的Operation 都會放在這裡 譬如現在 我發覺 原來這個Diameter 是少了 我可以去這個位置 Right Click Add a Sketch 現在30 我做40 Finish 它就變回40 但是這個 都會留在 12mm 所以 我們可以先畫出來 之後 我們有真正的Diamension 我們可以放在這裡 好 我們看看底部 它可以放一個 5x8的Bearing OK 我又去Sketch 又選擇這個Model 這個Planes 5x8 Other diameter 8 我們去Finish Sketch 之後 我們去Extrude 我們可以Extrude 可以Extrude 就這樣出來 又或者我們可以 拉下去 因為Extrude出來的時候 它的Operation 是Join的 但如果我們 吃進去的時候 它自動會變成Operation 是Cut的 即是我們拿走的 5x8的Bearing 通常都是2.5mm厚的 所以我們設置 2.5 下去2.5mm厚 還有一個中間的孔 多大也好 如果你有一個5x8的Bearing 即是說 它的Inner diameter 5 它的Shaft 都是5mm 如果 可以放入5mm的Bearing 通常都會被 Baring 吃了一些力 吃了整個Shaft的力 所以 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加多一點 Clearance 讓它可以 Free 去Rotate Shaft 是5 的話 我會把Diameter 是6 Clearance Circle 在這個環境 6mm 完成 Sketch 又來多次 Extrude 選擇這個面 我們可以 拉穿 之後 我們要做 這些小孔 有Tap 即是有螺絲紋 等 這三顆螺絲 可以穿過 這個 Gear 這三顆 我又不清楚 這個 Tap Hole 它會用什麼螺絲 我猜 現在 因為之後 我也可以說 做孔之前 我們就要做一些 Guy 告訴他 轉到哪裏 我們又去Sketch 我們去這個面 我們去Circle Snap to Center 就這樣 推近一點點 就是Snap 拉出來 大約這個 25 試試看 之後要量度 再量度 一個真正的 Dimension 先量度 這個25 這個Circle 我想它是一個 Construction 的Line 一個Guide Line 所以我們選擇 這個Circle 我們去這裏 Sketch Palette 第一個就是 Construction 我們點擊 一點擊 它會變成Dotted Line 我們就知道 這是一個Construction Line 所以我們先拉走少少的Dimension 另外 我們要畫一條線 Line Snap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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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p 到這裏 選擇 Construction Line 我們再畫多條Line 在中間 Line 又來過了 Snap 到這裏 到這裏 OK 好 我們 Ekscape 選擇條Line Construction 變成一個Guide Line 就是Construction Line Finish 好了 我們做四個洞 我們就去HOLD 這個Icon HOLD Type 我可以簡單 我不用CounterSync 或者CounterBall 因為它沒有 CounterSync 就是它會 轉了洞 在上面 打斜 給一些Flat Head 螺絲扭 這個沒有 我就可以簡單 HOLD Type 我們要Tap Tap 就是螺絲 Thrill Point Angle 還是Flat 因為我們轉穿它 所以沒什麼所謂 現在我們選擇 先放在這裏 剛才我們 那些Construction Line 的 那條線的頭尾 多大呢 這裏就有了 我通常用M3 我用3mm M3 乘0.5 那個Thread 這些是一個Preset 它有很多 Imperial 有Metrics 通常都是Metrics 0.3 或者粗一點 一邊選擇 它一邊 一邊 等完了 現在呢 就有些Thread Tap 我們給它 我們給它 Material Material Metal 這個部分 我想我會用 6061 因為我 有很多 Sock 6061 它Milling 6061 即是刨的時候 Aluminum 是中間 因為它軟 所以很刨很多 但是它很容易 咬 因為它很有韌力的 6061 其實做這些 應該用7075 它硬一點 但是它脆一點 它不會那麼容易咬 因為你咬到那麼多 它會斷的 它很脆 但是 因為7075 就比較貴 所以 我也是 6061 便宜一點 我便宜了一個 Material 你可以Render Render 這個Tap 看看 這個就是Basic Fusion 360 Parametric Modeling 它可以改回之前 譬如你猜的數字 可以改回 譬如這些洞的位置 原來每一個洞 是入少少的 我們之前做的 guidline 我們就是給 洞的位置 如果它入少少 我們便改回 它的guidline 這個operation right click Add 因為這條直線 和這條直線 是Snap to 圓形 所以我們改 這個圓形 其實它 那兩條線 Horizontal 和Vertical 可以跟著圓形的大小 來拔長 來拔長 縮短 譬如現在25 原來是20 一次過 它的線 就20 那麼它的洞 其實都是 According to 這幾個 Point finish 的時候 去到這個位置 它便會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有真正的Dimension 我們可以 把所有Dimension 進去 它便會出一個 適合Dimension 全的Path 給你 所以我們可以先畫好 那麼下次回來 我們便做這個 Manufacturing 看看怎樣 拿些鑽咀 怎樣 跑法 January 一堆G-code 丟到CNC 來Mute 這個Path 建完那個Model 我們等到一些 真正的Dimension 我們便 放回去 Model 便完成了 Fusion360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軟件 因為它是Parametric 它是Nondestructive 很多時候 你想改的東西都很方便 那麼下次我們看看 怎樣加Operation 和Generate G-code 再丟到CNC Machine 下次見